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 马文玉他特别指控说 这个PC Home的集团董事长詹洪志 替林秉书向媒体施压 而詹洪志虽然否认 但是最近消息指出 他已经宣布请辞国策顾问 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最新公开声明 他说他原来接受总统府聘任 国策顾问这个职务 是希望从民间工作 对政府有所帮助 但是现在的他不仅没有贡献 也因为个人卷入的是非 连累了府方必须做出说明 原本的好意现在已经没有意义 因此特别公开声明 正式辞去了国策顾问的职务 希望总统府跟各界可以谅解 而总部发言人张东涵特别回应说 詹洪志已经向总统府秘书长 李大为请辞了 也获得总统蔡英文的同意 张东涵也重申 对于司法侦办中的个案 府方不会有任何的评论 希望司法可以尽快查出真相 伸张正义 然后来关注的是列委高嘉瑜 今天现身台大公投节的活动 被媒体问到关于家暴的影片 有一些关键证据的部分 他有做出了最新回应 我们一起来听听 没有 因为现在一切都已经在司法侦查中 那有关案提的部分 我们都会请律师来跟大家说明 好不好 那有说他对应他的电话吗 所以这个部分就请大家 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律师会跟大家来做一些案情的说明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影片的部分吗 不好意思 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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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嘉瑜被施暴的画面曝光 那么现在案情曝光 PAT上面有出现一个账号 是Crazy Winnie美品为你的账号 试图想要替林秉书洗白 而另一个账号Air Jordan 也被起底 疑似跟台独机关枪李伯璋有关系 对此这个网友成亲 他说他自己也姓李 但是他并不是李伯璋 会知道这么多事情 全部都是因为他的妈妈 当过民意代表多年 而这个账号Air Jordan 在去年10月份曾经指控 无党籍的台南市议员 卸财旺道 雪甲分局关说交通罚单 然后还拍桌子 要警方道歉 那对此谢财旺他就澄清说 他没有呛警察 也没有拍桌 怒告这名网友妨害名誉 而根据调查后有发现 Air Jordan是一名 诚信网友的账号 他说他把账号借给了李伯璋 而警方传讯李伯璋 但没有到案 全案已经在去年的10月19号 寒送台南地检署来侦办了 那么其实李伯璋 他有设起多起的防害名誉的案件 目前台南地检署就已经说 至少有三件是防害名誉 5月份曾经准备要拘提 那么再来 新北地检署我们有看到 也有涉及防害秘密 在6月有通气到案 所以等于说 李伯璋这个人 其实他是有情科的 包括他过去呢 也曾经因为这黑道角头陈建文 不是招小弟枪杀吗 那么黑道呢 也是一度聚集在殡仪馆 要商议要怎么报仇 当时一名黄姓的刑警 他为了要驱散帮众 为了要安抚家属 就在网路上特别留言说 大家现在应该平行进气 最重要的应该要是要 把后事先办得风风光光 但没有想到 这美品维尼 Crazy维尼 他却带头截图带风向 在网路上不仅攻击 台南市长黄伟哲 而这一名刑警也被降职处分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李伯璋他本人就多上前科 都是跟妨害秘密 跟这个妨害名誉有关 那么我们想问问的是 像这样子 高家瑜的受家暴事件 也掀起了绿营的网军的乱上 现在也在网内互打了 那么其实大家都说 现在是网军治国了吗 那网军头头到底是谁呢 立委林逸华就特别表示说 总统蔡英文 现在已经不是三军统帅了 是四军统帅 多一军是哪一军呢 可能就是网军 那么游熟会议员 有特别强调说 整体事件现在演变成的暗外暗 更讽刺民进党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绿色新威权来治理国家 我觉得第一个网军治国 但是你拿什么钱去养网军 是不是又是国家养网军 变成说拿国家的钱来养网军 再用网军来攻击他的政敌 跟治理这个国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网军的老大到底是谁 今天这个林秉书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为什么可以混入民进党里面 他跟网军的关系 还有他口口声声叫的老大段一康 是什么样的老大 有没有交付任务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案外案 我们现在看的已经不是一个家暴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 民进党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了 大家不会觉得越看越可怕吗 我个人觉得看的不含无力 我们人人都活在民进党的暴力底下 我觉得这个乱象 该全民应该要出来抗议了 那不管是网军的问题 或是民进党这几年 用这种绿色新威权来治理国家 不但是攻击在野党 现在居然连党内的人都互相霸凌了 我也要奉勸民进党里面 所有被霸凌的人 你被党内的人霸凌 跟你被身边的亲近人家暴是一样的 赶快离开这个政党吧 因为民进党是派系的结盟 所以呢 应该各个派系都有这样的觉悟 你必须要有网军 不是自己有养网军 就是用外包的 或者是结盟的方式 OK 外包是比较简单 详情而不愿意去做处理 天不怕地不怕 因为有网军啊 怪不得大家把蔡英文称为四军统帅 包括有三军之外 就是网军 但是如果今天网军已经是用在国安的作战 也许大家不会有意见 可是当你今天把网军拿来做国内自己的政治斗争 以及为了要捍卫你自己的政权的时候做的 那就是一个龌龊的事 好 我们谈开林秉书的对话记录 林秉书称段仪康是大哥 那么被怀疑他根本是段仪康找网军的白手套 那么施政风教授也特别表示说 可能林秉书是中盘商 旗下有很多外包的管道 而有底端的键盘手在做网路攻击的网军产业 如果是白手套意思就是说 有一些事情他们政治人物 或党内派系不方便做的 找人出来来做 但是白手套这样子的 又有一点点说是完全是听命于他的自己人 但是还有一种 他是算是外面 如果讲客气 我们知道在选举的前后都有公关公司 那他们会有垂直整合行销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现在是因为网军的世代 他那个方式跟我们透过电视这样子的又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他下面可能 类似于他有一点算是去包工程 兜售 那一个case他们有分很多种 比如提名选举大选等等 有不同的价码 那当然这里面 这几年里面网军就会接受抹黑啊怎么样 带风向等等 那所以呢大概就是一个中盘商 我看一下中盘商 那下面就有一些 这个比较小的一点点 那小的包商 下面就有一些直接是出劳力的键盘手这样子 先讲这个节骨眼啦 因为这次这样斗出来以后对新潮流或段立康 到最后可能段立康出来扛嘛 那因为段立康他现在不是政治人物 他受伤不大啦 他本来就是扮演那种黑脸的 你再跟他泼墨也没有什么用啦 OK 但是我现在先讲一下说 那个时间点抓得有点奇怪 出事到东窗四花 也就是周刊爆出来的时候 还有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落差嘛 所以我会觉得说相当程度说不定是 这个跟蔡英文总统的论文那个消息是有关系的啦 也就是说他有好多个那种同时都有类似这样子大大小小的这种案子 但是什么时候要爆发要看时间点啦 当然这次事情闹这么大 甚至会伤到新潮流的时候表示说 这个其实真正要处理的转移焦点的可能还蛮大的啦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